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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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的市场人来人往 凌晨杀的猪摘的菜在这个时候还很新鲜 赶早的人们也都是冲着这新鲜来的 把骨头去掉 皮去掉 打成肉末 从搅肉机里过了两边的猪肉 经被搅成肉泥 口感上的细腻是这道菜对猪肉馅的要求 黄笋 鲍皮和肉像是三样加工起来最费事的原材料 买好这三样 李丁又顺便买了些青菜 老板 这青菜多少钱一斤 少点嘛 花毛可以了 讨价还价似乎已经成为市场购物的习惯行为 买家习惯性的在询完价之后加上一句便宜点嘛 而卖家也是城市化的重复着便宜不了之类的句子 其实是不是当真要讨论出一个结果 多数人并不在乎 只是如果不说这么两句 既不甘心 也没了讨价还价的乐趣 市场采购结束 礼宾回去 开始为后天的订单做准备 加工黄水用的时间虽然很长 但是只需要简单的煮和泡就行 抛皮是要重点说一说的 这种干猪皮之所以叫抛皮 是因为过油之后猪皮内部产生大量气孔 体积分大好几倍 有点像炸虾片 可是当猪皮入油之后 我们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类似炸虾片那种迅速的膨胀和翻滚 猪皮安静地浸在油里 毫无反应 炸虾片很有讲究 一定要凉油下锅 让猪皮与油一起升温 才能让猪皮均匀充分地膨胀起来 炸好的泡皮还要再进热油复炸一遍 之后用水泡软就能用了 炸好的泡皮还要再进热油复炸一遍 之后用水泡软就能用了 因为这道菜制作起来非常麻烦 所以很多人选择去饭馆吃 但是谢恩森一家是一定要自己来做 他们一家人觉得如果去饭馆吃 也失去了这道菜原本的意义 经过两天的准备 今天一大早 谢恩森的母亲就在厨房忙活起来了 这是一本的准备的准备 一道菜吗 看这个量 足足一桌子的菜了 煎炒烹炸 一个上午 临近中午时 各种配料终于准备好了 谢恩森从炉堂里取出火炭 这个东西我们都见过 难道是要吃火锅吗 谢恩森说不能算火锅 这道菜在当地被叫做土锅子 这个土锅子对当地人有着特别的意义 有过郊游野餐经历的人应该会有这样的印象 春季踏青是野餐概率比较高的时候 如果决定野餐 我们会带一些便于加工甚至不用加工的方便食品 藤冲人全家人一起踏青汁 在山野里吃喝游玩 但是他们野餐时吃的东西竟然是土锅子 这与大多数人印象中的野餐差距实在太大 今天是周末 天气很好 谢恩森平时在城里工作 难得回家 今天全家打算去山上野餐 这个的话它必须很均匀的很均匀的一层一层的放下去 第一层的话是先放那个山药 因为山药的话它煮的时间比较长 第二层放青菜 青菜的话它是整个锅子里面煮它的主菜 像青菜的话它跟肉汤煮在一起的话 煮的特别熟的时候 它放进嘴里面的口感特别好 像我们煮这些菜的话 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是这么做的 它是一种传统 虽然旁边是一个现代派的锅子 就算用它来做仍然叫土锅子 因为土锅子已经成为藤冲一代给这种做法的固定名称 像香菌蘑菇这些的话是加在第三层 像有朋友家人聚会的时候都会做 下一层要加的是茴香 茴香的话它本身的话有很浓的香味 放在锅子里面的话可以增加汤汁的鲜美的味道 好的我们现在是加第五层 第五层的话是猪皮 煮的太软的话它就化在锅子里面了 就不好吃了 所以说一定要放在中上层 像这个猪皮你只是说现在看的很简单 光做这个猪皮的话都花了不少时间 猪皮以后的话我们要加的这个是豆腐皮 像我们小的时候比较细致比较认真的老人的话 他们很在意摆放的形状 有的会把它摆成一朵花啊 或者是太阳啊 祭祀的时候都会这么摆 第七层的话我们加的是这个炸干的白豆腐 最上面这一层的话是肉盐 它借前面这些菜的香味 然后还有蒸汽把它蒸熟 然后这样这样的肉圆的话 它不会被水煮的太硬太老 可以凑成一桌的菜被一层一层全部放进了土锅里 与其说像火锅不如说更像是一锅层次分明的炖菜 像清明节的话做的特别特别多 食材的话很丰富 然后平时的话像我们像今天做的这个的话 不是最隆重的 也不是最豪华的 说到豪华土锅子 李宾那边的当之无愧 就是因为食材多费时费力 很多人才选择去饭馆吃 原本是清明祭祷踏青时一道野餐热菜 现在已经成了饭店里点击率最高的地方特色名菜 泡上黄笋炸好了猪皮 李宾开始加工弹卷 麻烦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足足一桌菜的原料一层层摆在锅子里 李宗这边豪华版的土锅子就上桌了 家庭和朋友聚会 季嫂和游儿归来 如果不围在一起点个锅子吃 似乎少了一种仪式化的萌重 在饭馆吃土锅子很方便 可是如何带着去野外 不亲眼看看他们是怎么弄的 还真有点不好想象 您在野餐的时候怎么吃 一起看看他们怎么吃 一只锅能把一桌菜都倒进去 这样的大杂会什么味儿 好几年的老母鸡如何做得好吃 一代大旅行家酒最后 又成就了什么样的美味 什么样的误打误撞 不但没有把事情搞砸 却带给人惊喜 同样是熬凉粉 为什么人家做的细腻筋道又好吃 稍后敬请收看 乡土味道之腾冲的味道 护士葫ıld 父母 いや 帅家 爸 lady kur 本来围坐在餐桌边吃的东西 就这样一路沸腾着 被挑到目的地 新鲜的空气 明媚的阳光 悦耳的鸟叫 成了这道菜别具一格的作料 一家人席地而坐 不用客套 没有居住 吃着 说着 腾冲地处南丝绸之路 是出国前的最后一站 所以也有极边汉码头之称 这样的地理位置 不仅聚集了南来北往的客商 也吸引来一代大旅行家 徐霞克 在徐霞克游记中 对腾冲境内 一个名叫甘露寺的地方 有长达数百字的描述 从描述中看 徐霞克在此不仅留宿过 而且在主人家吃过饭 于是甘露寺村 至今还流传着一个 关于霞克基的美味传说 霞克基的产生纯属偶然 甚至可以说是一次失误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次 小概率事件 成就了一道流传数百年的美味 霞克基 他到了这个因为时间比较晚了 他就敲开以后 农出农户家去借宿 我们当地的老百姓都非常淳朴 一听洗霞克是从眼方来的贵客 但是 你想想到底要用什么东西 来招待我们眼方来的贵客 那个时候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招待贵客的 也就是一只养了多年的老母鸡 于是主人家杀了老母鸡 因地质疑 自家菜园里有的调味料 摘了一些就把鸡炖上了 虽然是像平时一样煮 用锅放了汤 然后就来煮 把所有的调料都放进去 虽然是像平常一样的煮 但是在煮鸡的过程中 却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 在边烧火边煮的过程中 他就拿出自己一样的那种小锅酒 小锅酒 然后就一起下来一起 平常像我们本地的小锅酒 喝着喝着可能就喝高兴了 天气微凉 小酒一喝 喝着喝着不只是喝高兴了 两个人直接喝高了 完全忘记了火上锅子里还炖着鸡 终于想起来的时候 流传数百年的侠客鸡就诞生了 一看一去看那个鸡水也喷干了 然后就那鸡是刚刚水水刚刚喷干 然后锅里面的鸡它尝了一块也刚刚好熟了 那个鸡就说它是煮的不像 然后又不是既不是煮的 也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什么红烧啊清炖啊 那鸡就刚刚好 拿起来一吃的西侠客吃了就非常高兴 你别说这个鸡怎么这这么好吃 当时这个是在就是我们就在这个干了四村 随便一户老百姓他一问这个 这个侠客鸡的来历他们都会这个告诉你 侠客鸡的诞生纯属偶然 而且恰巧刚刚好 早一点汤水还在味道没那么浓郁 晚一点汤干肉糊 于是当地人便有了一种鸡肉的新做法 可是在这种巧合的情况下得到的味道和口感 现在要人为控制产生同样的效果 却不是一件容易事 当地人试验很多次 成功的概率只有差不多一半 今天做的这锅鸡就不能算成功的 加水的比例和炖煮的时间不太够 虽然味道很好 但鸡肉有点咬不动 大家分析了一下原因 之前没有考虑到这只鸡的年龄比较大 所以我们必须反复试验 所以这个鸡在做的过程中 要不就是汤放多了 要不就是汤放少了 所以非常费劲 反复试验了很多次 真正的美食没有标准化 只有不拘一格的创新 甚至发生点小小的意外 才能产生出层次丰富 特色鲜明的味道和口感 但是在李宾这里 在他开的饭店里 有一样腾冲当地人特别喜欢吃的东西 每天必须严格按照标准化的程序来加工 有一点差错 不但做不出好的口感 甚至还有可能完全失败 现在我们要先把这个青姜 青姜先放进去 青姜的话就那个豌豆 豌豆磨出来的那个姜粉 肯定好 漂在头上的话 那个是青姜 剩下一点姜的话 是到时候来勾芡用的 因为如果说你不勾芡的话 你光靠这样的话 它凝结不了 当地把用豌豆做成的凉粉 称为豌豆粉 腾冲当地有四分之三 都是汉族人口 所以当地的饮食文化 带有浓郁的汉族特色 又因为这里地处通商要道 南来北往的客商 也把他们的饮食文化带到了这里 相传豌豆粉 便是由客商们传到这里的 从豌豆粉的制作过程来看 想做出细腻筋道 有口感的豌豆粉 这也不是件简单的事 沉浸下来的话 老姜的话 是要等到那个青姜 沸腾以后再放进去 做出来的话有劲 就吃起来的话比较有口感 如果说你青姜 老姜一起放进去的话 它就直接会成面糊状的 然后吃起来的话 是散的没劲的感觉 但放老姜的时候 要慢慢地放 如果说一盆倒下去的话 它也是会成酱糊 有些美味的产生靠意外和失误 有些则需要严格遵循前人的经验 李斌现在的经验 还不能完全独立完成豌豆粉的制作 所以需要母亲在关键步骤上的把关和帮助 墨子的话影响美观 还有一个问题的话 它就吃起来的话 不会有那个中心有气泡的感觉 加老姜的话要加三道 加三道的话 那个做出来的豌豆粉比较有嚼劲 这三道的话是 每加一道的话都要给它煮开 然后再加第二道 第二道就加完 然后还要再煮开 还要再加一道 所以加三道 随着一道一道老姜的加入 锅里的豌豆浆越来越稠 李斌搅拌的速度明显有点跟不上了 经验丰富的母亲赶紧从她手里接过搅拌棒 有时候搅的不注意一点的话 它马上就会糊掉 因为它现在是粘的 全部老姜都加进去之后 母亲端来一碗东西 倒进面糊里继续搅拌 这加的是什么呢 加炒果油 增加它的香味 炒果就是炒果 我放凉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这个能切成块 然后打的话就可以做成那个豆粉大薄片了 豆粉大薄片是腾冲当地的名小吃 它并不是把豆粉切成大薄片 而是用豆粉配以切得很薄的猪头肉 荤素搭配清热解暑 是夏季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 在腾冲既能吃到具有本地特色的土锅子 又能品味徐霞克当年的凑巧和偶然 还能吃到从北方传过去的豌豆粉 从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就能看出 腾冲虽然地处西南边陲 但南丝绸之路上重要通商口岸的地位 让这里成为融会东西南北文化的地方 腾冲虽然地处云南边境 但是处处都显示出了它的不同 我们在腾冲发现除了饮食之外 这里还有很多典型的汉文化的东西 比如说这里的古镇竟然是江南风格 各处留下来的老建筑 多数是白墙黑瓦的灰派建筑 还有当店的口味也不像云南其他地方 那么喜酸喜辣而是偏清淡 这一切都说明腾冲在历史文化上 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其实腾冲除了玉石翡翠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品味的东西 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有所启发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细如丝线的手工面代表女儿的心意 总是亏楼 核桃包子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跟我怕随便饿不着 暖锅在呼唤异乡的人们回家团圆 家里面特别闻买 几十年的坚守 只为那不变的羊肉泡馍的味道 不同的饮食 不一样的人生百味 敬请收看下期香土味道之平凉味道 请不吝点赞 Pos辞 预防 敬请beeld证明